DNS Server 像什麼 各個小的DNS Server 有點像是Proxy 如果在我這裡找得到 我就把這個Name跟IP address mapping傳給你 如果找不到 我就上我的上一層去找 你可以想成是一個樹狀的 就往上層找 我找到以後呢 我就catch在這裡 我就把它暫存在我的 catchProxy 暫存在我這一台 Name Server裡面 暫存多久的話 不會暫存很久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 好 那我們看一看怎麼找 就是說我們現在 這裡有 Roots 的Name DNS Server 全世界13個而已 然後有 Top Level Domain TLD 是 Top Level Domain 的DNS Server 那下面有 Local Name Server 然後有這個 Alternative DNS Server 這兩個之間不容易區分 但是你知道 這個就是 我要去找的時候 我是跟我的Local找 那對方的名字擺在哪裡 其實如果他要去找的時候 他現在是這個要去找 找這個的 這個 左手邊這個要去找 右手邊的這個 IP address 所以他跟他自己的 Local Name找 然後他的這個 左手邊這個目的地的這個 他叫Otherative DNS Server 可是如果是他跟他找的時候呢 那這個 Server 又變成 Local 的 DNS Server 所以這個是名字 就看你在什麼角色 那 現在這個 他要 Request 這個人的 IP address 那怎麼做呢 Local 因為他是 Poly.edu Poly.edu DNS.poly.edu去找 那找 當然是找不到了 找不到的話 因為他已經edu了 找不到 找不到就知道 Roots 那 Roots 告訴他說 這個 他不是直接把這個告訴他 這裡有幾種做法 等一下我們會看 就是這個 如果那個 網路上面 網路OK的話 其實 這個AP 加碼AP裡面 它裡面有很好的動畫 可以讓你自己選 看幾次你就會很了解 這個說明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比較難 立刻了解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DNS的 server 拿到以後 他找不到 但他告訴你說 你到這個 top level 你到這個 edu那個top domain去找 所以他就 到edu的那個 top level domain去找 那edu的top domain呢 他 告訴他說 OK 那你就到 他就把他的這個IPA 再給他 你到這個下面的 他的這個 DNS server去找 所以他就去 這個 六 他就到這個 奧斯爾的DNS server找 找完以後呢 再 再 再把這個 告訴 告訴 這個 回到這個 local DNS server 那第二個 DNS server 再把這個IP address 所以就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因為他的IP address 跟Name的 mapping 是存在他自己的 這個奧斯爾的 這個DNS server裡面 然後 第八步 傳回給他了 所以基本上 這是一種做法 那做法不是唯一的 這是一種做法 那另外一種做法呢 另外一種做法是怎麼樣呢 剛剛那個做法 叫做這個 recursive query 剛剛這種做法叫 iterative 這個叫 iterative 這叫 iterative query 就是說 我contact server reply with the name of the server to contact 就是說 你去問 問這個 等於是我做一個回圈 一個回圈 兩個回圈 三個回圈 最後我過來做 iterative 那另外還有一種叫 recursive query recursive query 是怎麼做的呢 recursive query 就是 同樣的 在那scenario裡面 那找的時候呢 是 接下來 我問 我問這個 我local的DNS server localDNS server 幫我問 rootDNS server rootDNS server 他不把這個top level的 domainnet server 的這個IP address 給我 他怎麼樣 他直接把 你要找的那一個 他直接把 幫你把這個forward過去 給他 那他也一樣 他也不給你的 不直接 reply 給你的DNS server 他直接幫你 往下 往下找 那往下找以後 最後順著原來的路徑回去 順著原來的路徑回到這個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兩個不同的 這個是 你這個localDNS server 來 來 來這個 接受 這個 這個是recursive 這個是recursive 這個是iterative 這個是 哪樣子算recursive 哪樣子算iterative 我有點 我自己有點糊塗 怎樣看起來 這是定義的 我課本沒有帶 有沒有人有帶課本 好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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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Recursive,這個是Iterative 那我原來沒有,原來是OK的 OK,好 這個比較像,如果就Program來講,這個比較像Iterative Iterative就是一直呼叫下去,然後一直傳過來 就Program的角度來看,這個比較像Iterative 這個比較像,不是,這個比較像Recursive 這個比較像Iterative Iterative就是一個迴旋做完的 從Recursive看比較容易看 所以這個是Recursive,那沒有錯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Iterative Iterative就是由我第一個Contact Server 一個一個去問 問完以後,我去問的那個,他直接答案通通要回給我自己 這是Iterative 那Recursive的話就是,我中間去Contact那些Server 他會把我的Target的Name一直往下 往其他的NameServer去傳 傳完以後,最後找到了以後,再順著原來路徑 再傳回給我這個LocalName的Server 再傳給這個Requesting Host 所以這個是Recursive的Query OK,那這兩個當然,還有一些變化 那這些變化一定要去看一下那個動畫 那那個動畫看一看就會比較清楚 就在這裡 DNSAP的這個Animation 那他還會做一些這個Caching跟Updating 那Caching的話就是,因為我不要每一次 Name跟IPHs 我們一天到晚要上網 要做這個 這個Resolution Domain Name Resolution這個動作 那 所以,你不要每一次都去做 所以當我知道了某一些Name Server 我都把它Cache起來 所以Cache的Entry 但是那個Cache呢,你也不能Cache很久 所以它有測一個Timeout的Value 那 那TLD的Server呢 通常它會Cache在LocalName Server裡面 也就是說 這個 通常我們不會往上面去找 就是說,通常我們這個是 只是要分別那個Recursive 這邊Recursive 跟那個前面的Iterative的不同 那通常 這個DNS TLD的DNS Server 在這裡就有了 也就是說 通常你這一段 Roots它沒有那麼忙的 所有東西都跑到Roots去 Roots受不了 所以通常這個Top Level Domain 大家都有 所以大家也都不去 所以 所以Top Level Domain Server 它通常都在 我們早就Cache了 所以Roots Server 它不會那麼高頻率的被 被去尋找 那 那 那這裡面會比較容易出問題的就是 什麼 Update跟Notify 就是說 當 當我的這個 改變的時候 就我的機器的某個Name要改變 或者Name Server改變 或是我這個Name Server裡面 定義的一些機器改變的時候的 這個 Update跟Notify的這個機制要怎麼做 那這個是 是這個 Under Design 把ATF 那這個 因為你能夠越即時的反應 現在現況是最好 可是 你常常會 發現怎麼晚了一些 我才能夠反應到 那這個 那目前呢 要看你改什麼 改host的通常還OK 但是如果你改到那個